各位观众大家好 这里是光传媒一周热评第23期 今天是2024年5月23日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台湾国会改革 及中共的影响 我们第二个话题是 台湾大选之后 中共的环岛军演 以及美国宣布的环太平洋军演 那么这样的一种东西方的对峙 有最新的进展 那我们今天的嘉宾呢 我首先介绍这个曾教言先生 曾教言先生呢 他曾经是台湾华人民主书院的理事长 他现在是公民监督国会联盟的理事长 那么在现在的这个国会改革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这个机构凸显非常重要 曾教言先生你好 我们另一位嘉宾是澳大利亚西尼科技大学的冯冲毅教授 我们的老朋友 冯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个从今年的520 那么赖总统就职 他空前的给全世界带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影响 那么520呢 他给这个华人之间 以及在美国 那么他的影响是巨大的 所有的我相信就是关注中国的 关注台湾的人都愿意看到台湾的民主 得到供固 台湾能够进一步的发展 但是呢非常诡异的就是说 在这个520就职的第二天 台湾就爆发了这个国会改革议案 其实在此之前呢5月17日各大媒体都已经报了台湾的这个议会 这个肢体冲突打架的事 那么这个问题呢 到底现在他的背景以及他的走向是什么 我想大家都很关注 那么我们尤其请这个台湾的曾建仁先生 给我们对这个事情进行一个详细的解读 谢谢 曾建仁有请 我想这是台湾国会的这个事件啊 先从国会内跟国会外两个方面来说 那国会内呢 主要涉及到 这是由国民党跟民众党 他们提出来的 其实有两个争议法案 两类的争议法案 那么第一种是要 就是属于这个国会改革 这方面的法案 那另外一个呢 是关于啊 这个花莲 就是之前我们知道 那台湾在花莲发生大地震 那么花莲灾后啊 重建的相关的这些法案 那这是国民党啊 要在立法院推动了两类的法案 那这是法案的本身 那当然法案本身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有些争论啊 那但是这次呢 主要引起冲突呢 在于程序啊 怎么说呢 按照台湾啊 就一般国家国会的立法的程序呢 就所谓的三读 所谓三读 第一读呢 就是按这个法案的送进到国会呢 读标题 那么二读呢 送交委员会 专门的委员会呢 来进行审查 那么条文呢 法案的条文呢 逐条的宣读 逐条讨论啊 那么再送回到这个院会啊 那么来进行 来完成啊 这个二读啊 那呃 就依照这个委员会提出来的报告啊 那么看看有呃 类似的这个法案呢 啊 他就并案审查 那最后由委员会提出 这个审查的报告呢 送交院会 那么由院会所有的这个国会议员呢 来进行二读啊 那二读完以后呢 那么因为当中啊 会有这个条文的增减啊 那或者文字的修改啊 最后呢 在就这个定稿呢 进行三读 那三读就是 在不更动啊 这个已经通过的法案的原意 的情况之下呢 就文字来进行修饰啊 论试 那这是所谓的三读程序啊 那可是为什么呢 这一次台湾的立法院呢 也运作啊 从那个大陆时期到现在 那这个运使非常的久 怎么会出现啊 今天程序上的争议呢 因为呢 呃 这个三读程序呢 它还有一个快速的啊 程序 也就是说呢 如果啊 立法院的多数啊 多数习次呢 认为这个法案非常重要 那么它可以怎么样 可以进负二读 也就是说 不通过啊 委员会的主条的讨论呢 或者审查呢 直接送交啊 员会啊 大会呢 来进行这个讨论啊 那当然 这个多数党呢 他还可以运用这个 变更议程的方式呢 来进负三读啊 呃 很多国家也是很正常的 可是呢 我们也要注意到一点 就是说 这个民主政治啊 少数服务多数 尊重啊 呃 多数啊 尊重少数 呃 它要具体的展现在什么地方呢 展现在啊 这个对不同的意见啊 它必须要 你没有生意了 曾先生 生意没有了 就是说这个 法案本身呢 必须多数跟少数的意见呢 必须要有机会 在国会殿堂当中啊 来进行表达啊 然后对话啊 那审议啊 所以呢 如果呃 这个呃 所谓的案 这个重要案件呢 通通是以进负二读 进负三读的方式啊 来 特别是具有争议的案件 法案呢 那么这个就会剥夺 剥夺了少数党啊 或者少数意见啊 它的表达的权利啊 那呃 这一次呢 呃 为什么引起国会啊 这么大的纷争呢 主要是国民党啊 啊 党团呢 和民进党党团 民众党党团呢 从国会开议以来呢 对于所有的法案啊 通通是以啊 进负二读 进负三读啊 的方式啊 非常 这个也就是说 国会的这个多数暴力的方式呢 来进行这个审查 那他们不喜欢的法案呢 啊 那么就以多数暴力 来加以这个杯葛 啊 那就是用这个 多数决的方式 那另外 另外一点呢 如果在场啊 啊那个 啊 要进行这个讨论啊 因为少数党他也有这个发言的权利 那这时候呢 呃 他们就会运用啊 这个多数的这个习次呢 啊 他这边也是一个议事的一个技巧啊 就是呢 没收这个议程 什么什么没收议程呢 就是宣布啊 啊 散会啊 只要那个多数的这个在场的国会议员呢 啊 多数同意散会呢 其实会议就终止啊 就就就就就就结束了 所以呢 这个这一切立法院成立以来呢 其实实质的案件啊 法案的讨论的过程呢 非常非常少见的 多数呢 都是在这个多数暴力的情况之下啊 强行通过 或者呢 少数意见要表要表达的时候呢 就出现了散会动议啊 所以这个事情呢 这个这个这个 比如说二月成立以来呢 到现在三个月啊 其实已经已经啊 不仅是这个少数党 也就是执政党民进党呢 这个有志难生啊 或者是说这个 民众呢 也对这个现象呢 感到非常的不满啊 因为这个民众的支持者 这个再怎么说呢 也将近国会的半数啊 因为民进党还是国会 这个他的得票率啊 还是国会的最多的政党啊 所以这个问题呢 就不断的累积啊 这个不同的政党跟民主 他的政治支持者之间的一种 怨对啊 或者对立的气氛 那所以呢 终于呢 就是在最近爆发开来 爆发开来呢 主要是520呢 赖总统要就任啊 那在在在总统就任之前呢 国民党党团啊 帅团访问中国大陆啊 那我们都看到了这个新闻啊 这个党团有20多人啊 立法委员访问中国大陆 那在中他这个访问呢 回来之后呢 就急于要通过啊 这个争议的法案 我们的判断啊 政治判断是说 就是国民党呢 的傅宽奇 总召集员呢 他在返回台湾之后呢 他要向北京啊 来表现啊 他国民党多数 在国会多数呢 他有主导台湾 国会及政治议程的 这样一种能力啊 所以他急于要在520之前啊 要通过啊 这个国会改革 或者是跟傅宽奇 他的这个选区啊 也就花莲有关的这些法案啊 这个其实这个花莲法案呢 法案很多 为什么挑国会改革 跟花莲相关法案 这显然就和国民党总召啊 傅宽奇 他个人的政治上的偏好啊 和他现在所关注的问题有关 那为什么急于要在520之前通过 那这个当然我我认为啊 这个就是中共的因素 也就是国民党要跟 要跟共产党表表现出 他主导台湾政治议程的这个能力啊 也就是他可以透过国会的多数啊 来影响 呃台湾的这个啊 因为台湾的政府啊 要依法行政 所以你掌握了国会多数呢 你就有这个权利啊 跟预算权啊 那就可以让这个民进党政府就范啊 所以我认为啊 这个是 呃这个争议的主要的 呃问题背后啊 不能中共的因素呢 主要是在这个地方 是的 是的 谢谢 呃这个确确实实在 这个现代民主政治 那么议会的多数至关重要 那么现在台湾的问题 其实更突出的就是这样 就是滥用多数的权利 而且呢背后就是有中共的这样的影子 这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 实际上发达国家 那么民主政治 它都始终存在这个议会多数和少数的关系问题 那么但是这样的话 这这种程序不正义 程序正义不能保证 然后滥用多数党的这种地位 实际上这个呃 这在台湾正在 尤其是在这件事情上是比较突出的 那房大师谈判您的观点 是啊 你们两位都讲得非常好 就是呃 议会政治啊 它本身啊 它是一个一个大框架 为了国家利益 两党之间 它必须服从于国家的最高利益 服从于民族人民的最高利益 你如果纯粹是为了政党利益 把政党凌驾于国家民族之上 会导致很不良的后果 而在台湾这个情况 更加严重的地方 就是啊 中共建船 随时都准备吞并台湾 然后他在船球 失事的情况底下 他在扶植带领 通过他的锐实力 通过统战 因为我们知道 做了很多研究 都在公布就是中共这个黑手 不仅仅在台湾 他身上传球 包括美国 英国 欧洲 这些非常 扎实的一些民族国家 他们都把黑手伸进去 利用民主国家的自由制度 民主制度 利用议会制度 来新代民这个先锋作辣 那台湾是他们 集中力量最大的地方 也是他们搞统战 用力最多的地方 他们已经在香港非常成功了 就是现在香港的整个乌云瘴气 整个香港的这个政治领导层 我跟香港人谈起来就非常伤心 就他们堕落的这么快 就台湾的现在在台上的台面上的政客 包括台湾 特别是台湾的这个警察 原来在在国际舞台上 名声很好的 现在一落心脏 走这个程度 那么这个台湾是中共现在的 另外一个猎物 我们现在 信仰自由民主的人 都不希望中共在台湾得手 而现在很明显 他们在把这个 把押在国民党身上 国民党以前就是已经揭露出来 特别是像马银九啊 一些认知很说乱的一些人 走向中国这个统战路线 投共卖台 那么现在是他们在选举中 失败之后 他们不顾一切的 现在是投共乱台 给中共啊 提供机会来去 让中共能够有效的 操控这个台湾的政治 让他这个毁坏台湾民主的民生 毁坏台湾的这个 这个政治经济 然后呢 他这个制造借口 甚至于想武力犯台 我们还会讨论这个问题 所以这是一个大背景底下 我们不知道刚才金元兄 他本身是这个 这个民间 京都国会的这个 很重要的机构 我希望他们民间现在 可以发动起来 真正就是对这些议会本身 就他们选出来的议员们 精神有效的京都 就是要避免这些 救国民党 假借他的这个多数党的地位 霸王硬上功 把他们这个自私的 不可告人的一些 一些目标 强加给台湾 强加给台湾政府 强加给台湾人 也是在内部来毁坏台湾的 信政民主制度 这是我们 我们要非常努力的方向 谢谢 好的 好的 谢谢冯老师 曾建源先生 那您在这个 今天是星期五 当地时间上午 是不是 国会开始三读 那么这个事情 下一步的进展会怎么样 请您跟我们分析一下 好吧 谢谢 好 现在我在 网立法院的 国民传统呢 现在都包围了立法院 当然 我们对于 国会内的这个议程 我们没有办法去干预 那如果 您的商业太想 对 那么如果国民党呢 仍然以这个 仍然要以这个多数的方式 强制来进行三读 在这个意识程序上 并不是没有解决的方法 比如说 对于有争议的法案呢 行政院可以提复议 要求国会重新审议 那么也可以将这个 具有争议性的 不论是程序上 或者是内容上 具有争议的法案呢 送交司法院的大法官 来进行这个司法审查 审查他的核心性 所以我想这个 并不是说 这个三读之后 这个法律案呢 总统就一定签署 那他就生效了 所以我想这个民众的声音 能够做一个表达 如果国会内议场上 没有办法充分讨论 他的争议 那我们在街头 在媒体在舆论上 把问题提出来 那么让这个 总统 在是不是要签署这个法案呢 他多做考虑 然后呢 顺从民意 那么他可以采取 比较负益 或者送交 事件的方式 来让这个 真意性的法案呢 最终不要生效 那这是我们 我们努力的方向 好的 那个曾先生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你看现在的 刚才您谈到 就是这个法案 如果今天三读通过 他依然还有修古的程序 古旧的程序 对 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 那么现在台 现在 呃 台湾的这个 这个在围绕着 国会的活动 它会不会形成新的 2.0版的太阳花运动 谢谢 曾先生 没有图像 我把他 没有声音了 啊 那我想啊 我想可能就是说 这一次能不能 啊 网上有这样的分析 说会形成新的 太阳花运动的 2.0版 黄老师 您是您看 是不是有这种可能 我不希望要走到 那那那种 那种那种地步 就是 当然 民间 要用他的这个 啊 啊 表达喜悼 因为当成太阳花 大家想到 他就这个 啊 民众冲到 冲进医院 来占领这个 这个议会 然后啊 是一个一个 啊 不对而为之 我是希望 目前在这个 全世界的进度底下 在在 在全球 即是瞩目的 从底下 台湾的政界 啊 包括国民党内的 一些 啊 海民人士和健康力量 这时候发挥作用 就真正尊重民意 回到这个民主协商 这样的轨道上来 通过民主协商来 真正发挥民主本身的 这个这个这个啊 有幽长 而不是走到这个啊 你使我活 这个政策队走到底 这样这样的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死活桶里面去 我我我不希望走到那一步啊 现在当然是说啊 刚才金元兄讲的 因为他还有个司法救济的一个一个 一个喜悼 就是现在他这个 当然台湾的宪法 现在很多人就开始回来 反思台湾目前的 中国民国这个宪法 他有很多不惜实际的 一些一些条文 从延续下来 这也会 目前这个风波过完之后 我们也希望台湾 这个啊 朝野或者是台湾这个这个 三个政党 三个主要政党了 他们真正的做下来 为了台湾本身的扶持 为了这个这个 台湾的和平 他真正做下来 把这个台湾的宪法 还有这个啊 包括国会的程序 真正从长远利益着想 做一个啊 比较协和实际的方案出来 做一些修改 做一些做一些修正 而不是现在 我刚才讲过 其实国民党 是在执行共产党的任务 中共的任务 霸王硬上公 来去用这个这个 掌握的这个啊 多数 议会多数 来把它的意志 一些不一些 包括共产党 一些不可告人的 一些一些目的 强加给台湾社会 啊 去破坏台湾目前的 这个民主制度 这是这是非常令人伤心的事 是的 我网上有一个非常精彩的这个评价 他说呢 透过现象的观察 及TBL 他说捍卫民主 并不是捍卫执政党 那么抗议国会多数的毁线正乱政 并不是因为在执政党是少数 而是因为立委不能对多数暴力的欺负 这个是不 而多数暴力的黑箱作业 这个是不能够接受的 我觉得他这个人也是想的很到位很精辟 谢谢你冯老师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此 谢谢你 我们继续关注台湾的国会改革 待会儿呢 我们会跟这个曾教员先生连线 他现在在现场 谢谢 谢谢冯老师 那我们今天节目到此 再见冯老师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